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些纯天然的颜料 更感到唐卡不仅外表美丽 还涵盖画师们的技法 匠心与信仰 那是永恒的约定 也是文化传承之美 所以今天借由这节影片 简单分享唐卡颜料色彩的秘密 绘画过程 以及画师们的坚守与匠心 唐卡使用的矿物颜料色彩鲜艳 洁净 千年不褪色 加工这些颜料全部手工操作 过程复杂 颜色不同 模制的方法和所加的配料也不同 颜色纯度高 质量稳定 覆盖力强 所以唐卡画面效果十分厚重 艳丽 这些都是粉 都是没有黏性的 都是要加胶 金属类也不是只有那个 甚至还有氧化的 那心眼就是比如说陶瓷 它回家又要去烧 然后拿来打 因为它烧出来也像石头一样 拿来打碎 那个也可以用 然后土会去就各地的土 我这边也有什么意大利的图 什么拿来的图 阳明山的图 也有黄泛的图 黄泛那是石头 这是石头 对 这个是 但是这个加的胶 所以连结成一块 它可以打碎再用吗 可以啊 它本来已经有胶了 对 还是可以换一个 它本来已经有胶了 对 会不会太 太 嗯 射料好 很厉害 一般我们像画这种精油之后 我们提一下肩膚线 制作堂卡一般需要选择白色或乳白色的浅色棉布作为画布 需要组装画框 缝制画布 刷浆 打磨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高铃鱼 高铃鱼 再加水 对对对 加水 然后要涂在我们那个已经上完胶的那个布上面 干磨好的布面看起来光滑平整 用手敲击会发出类似打鼓的咚咚声 这样一张画布 才算打磨完成好了 我来试试 哦 鼓声 这样够紧的话呢 它会比较好上色 然后画这样子 如果你软啪啪的话 它也不好画 也不好上色 会做哦 好 这社长画的 料社长画的 合作 合作 来 合作 还没完成哦 我还没看到过哦 色彩好饱和哦 好美哦 我的天 嗯 这是什么 什么佛像 药师傅 药师傅 这个唐卡哦 在颜色上哦 有它一定的讲究 经典里面的这个佛像的颜色 还有它一定的规矩哦 更不是我们 可以想画什么颜色 就可以画什么颜色的 所以唐卡它讲究的很多东西 是有一定的经典的作用 依据 依据 经典的依据存在 唐卡讲究的佛像呢 它是一个有一定的比例的尺寸对比 左边右边一定是一样相对的 一样的比对 不管它的花 动物 或者是佛像的脸 整个的比例是 就是照着这本经典下去做一个 完成的一个佛像的尺寸 它的功法是相当相当的细致 是一定要照着这个尺寸下去做出来 很完美的 如果说色彩上上去 整张画就不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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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造访华饭唐卡社 从颜料制作 工艺步骤 每一个过程都如同在做一场 佛教法式一般 给人以神圣之感 通过对自然矿物颜料的了解 色彩搭配 我也找到了喜欢的红色 希望未来可以用在 酌情修期上 所以我如果想要跟它配颜色的话 可能是不是 红色会盖过这个绿色和蓝色 对它的覆盖力还不错 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可口 我想把它用在我的古琴上 今天这集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未来酌情影片持续更新 陆续介绍贴蛋壳贴金箔等工艺 如果您也有兴趣 欢迎订阅晶晶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更新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接触堂卡多久的时间了呀 我们是从2012年4月1号开始 开过尼玛学的 那这样算下来快11年了 再过几年了 这个要做建成色啊 然后头发是黑色的建成 然后它要做那个光芒 然后这边应该是 这个叫什么 清晰金箱厨啊 这个花纹啊 清晰的花纹啊 跟我们做古琴一模一样 对就是以为一些 以为到的细节 我说金金你还没做完吗 我还没做完没完没了了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跟古琴那个旋 你已经上了 可是还是有什么 对还在打弦 还是有杀音 然后再上旗再磨 今天让你先知道 我还没做完